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有了名唱片公司蜂拥而至 陈妈妈一一回绝 她认为女儿还在学龄 因以学业为主 唱歌为辅 因此 童年时代的陈书画只录了少数几首单曲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也正因为妈妈的督促 陈书画顺利读到大学毕业 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高知歌手 后来 陈书画签约华氏 正是踏上歌星之路 出道后 陈母慈去白领工作 成为女儿的经纪人 一边全权打理陈书画的歌手事业 签约 工作安排 对外公关等一切事务 都被她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边照顾女儿的生活 从一日三餐 穿衣打扮到洗衣迭背 日常交际 事无巨细 体贴入微 毫不夸张地说 陈母是非常称职的经纪人 保姆和母亲 但她的过度保护 也埋下了隐患 似在母亲雨下长大的陈书画 成了一株温室娇蕊 她内向害羞 出道多年 上台唱歌依然会紧张 25岁时 她在一场演出中自我颇白说 每一回站在舞台上演出 或者站在荧光幕前表演的时候 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点紧张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而且 因为缺乏力练 陈书画内心敏感 脆弱 朋友潘安邦曾讲过一个例子 有一次 八卦周刊的封面 刊登了陈书画的一张照片 陈书画看了之后 非常不满意 气得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 陈母劝不动 便给潘安邦打电话 请她去家里帮着劝 潘安邦便在陈书画的房门前 与她隔门聊了很久 最后 陈书画终于打开门 她气呼呼地 把那本杂志扔在她面前 说 你看 她怎么可以登这样的照片 潘安邦仔细看了看 发现照片里的陈书画 除了表情有些严肃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就因为这一点点瑕疵 陈书画却不开心了好几天 她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 又过于在意外界的评价 因而 为了避免受伤 她便构筑了一堵后世坚固的心墙 把一切外人隔离在外 别人看到的 只是她想呈现给外界的面具 真实的自我 早已被她隐藏得很深 这就是几乎所有 与她合作过的音乐人 都说不了解她的原因 李宗盛说 书画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人 有时候觉得她 是勉励在完成我要的样子 小虫也说 陈书画给人若即若离的感觉 你好像可以摸得到 又好像摸不到的一个人 有时候你觉得 得很了解她 可是换个角度讲 你完全是没办法周摸她的 陈申也担任过陈书画的制作人 她的评价一语重地 书画是一个自我设防很严密的人 她不会让你知道她的内心世界 也许 她以为这样就能避免受伤 殊不知 这种做法无异于画地为牢 她无法避免伤害 最终 只是把自己困住了 五更可怕的是 陈书画太依赖妈妈了 这种依赖 不仅体现在工作和生活上 更体现在情感和精神上 陈书画与妈妈关系极其亲密 两人总是形影不离 只要看见书画 就会看到陈妈妈在她身旁 哪怕是上节目 接受采访 陈妈妈也俩然是女儿的代言人 最匪夷所思的是 即使谈恋爱 陈书画都会把妈妈带上 这就不难想见 陈书画为何独身终老了 年轻时 她也像普通的女孩那样 唱着明明白白我的心 渴望一份真感情 身边也不乏爱慕者 可最后所有人都只能望而却步 因为谁都无法接受 谈个恋爱要跟一老一小两个人谈 这也太尴尬了 就连陈生也连连摆手说 我不要请陈书画吃饭 敬酒都敬到陈妈妈肚子里去了 也有朋友劝过陈妈妈 说陈书画成年了 谈恋爱就不用跟着去了 陈妈妈却说 不是我要去 是书画要我跟着去 说让我帮她把关 可见 陈书画对妈妈的依赖 是多么根深蒂固 陈书画曾说过 我妈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 我就算出嫁了 也一定要把妈妈带走的 说这句话时 也许她真的以为 妈妈会永远陪在她的身边吧 可 哪有什么永远 生命的来去 从不因人的意愿而改变 人最终所能依靠的 永远是自己 1998年 陈书画录完最后一张专辑 失乐园不久 意外发生了 年过六旬的陈妈妈 在家里不小心摔了一跤 猝然离世 陈书画的天塌了 她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茫茫然失控坠落 彻底破碎 曾经陈书画说 只要观众给我充足的贺彩声跟关怀 我想我有足够的勇气站在舞台上 把我最好的歌呈献给大家 可是 失去了妈妈之后 她才惊觉自己也没有想象中坚强 一直以来 妈妈就是她的主心骨 是她和外界连接的桥梁 如今 主心骨没了 她只觉心如死灰 无所适从 没了妈妈 她不知道该如何直面陌生的一切 她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工作 也不懂得如何把自己照顾得妥妥贴贴 从前 她认为唱歌对自己而言 是一件很单纯 也得心应手的事 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妈妈帮她承担了 绝大多数琐碎 复杂的事物 往后 没有妈妈打电一切 没有妈妈的关怀照顾 她还能唱得开心 自在吗 不可能了 陈书画眼睛里的光 渐渐熄灭 多年后 李宗胜还记得她的眼神 那是在陈妈妈的告别仪式后 她和滚石的小伙伴 一起离开陈书画家里 回头正对上陈书画看向她的眼神 那个眼神看起来并不十分哀伤 甚至显得过于平静 可是却震撼了她 她说不清这个眼神 在向她传达什么讯息 又或者 这个眼神其实什么含义也没有 只是纯粹的爱莫大于心思 这是李宗胜与陈书画的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之后 陈书画不顾劝阻 离开了歌坛 这一走就是20年 又把20多年来 有关陈书画的消息不多 而且绝大多数还是负面报道 人们只知道 陈书画和老父 搬去了台北远郊偏僻的一栋房子里居住 他闭门不出 谢绝所有朋友的探访 坊间传闻 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还曾企图自杀 也有说他精神恍惚 致力衰退 已知在餐馆吃饭 连菜也不会点的报道 或许是不堪其扰 陈书画在2003年 接受了陶金莹的电话采访 这是他但初歌谈后 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他否认了外界对他健康状况不佳的所有传闻 说自己一直在努力中 没打算离开演艺界 采访内容在电视台播出后 歌迷都满怀期待 以为偶像付出有望 老东家滚石唱片也一直盼望他回归 于是同一年 滚石专门录制了一部纪录片 片名叫给书画的一封信 请公司内一众与陈书画合作过的音乐人 歌手 唱谈他的音乐 和他们对他的印象与怀念 在纪录片的最后 李宗盛对陈书画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再来合作合作 不见得要出唱片 做 下来聊聊人生境况也好 非常想念你 希望你都很平安 然而 陈书画并没有给予回应 李宗盛却没有死心 他曾对曹可凡说 他一生的音乐才华 是通过三个女歌手表达的 一个是陈书画 一个是林一连 还有一个莫文伟 可见 他对陈书画的感情非比寻常 2006年 李宗盛举办全球巡回演唱会 第一站定在台北小巨蛋 主题就叫献给陈书画 在这场演唱会上 李宗盛请来梁静茹 演唱梦醒时分 当梁静茹唱完 大屏幕亮起 公开了李宗盛 写给陈书画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问候 劝慰陈书画 说 书画 一切还好吗 但愿你已从失去母亲的生气哀伤里平复过来 不管我们乐不乐意随着岁月增长 我们都得渐渐地去看见人生更完整的面貌 我们所有的 获得或失去 恐怕都不是生命的本意 反而是经历一切之后 从而发现自己 没关系的日子 会顺顺地往下去的 我们会再见面 唱歌就像当年一样只可惜 李宗盛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了 那天 陈书画并没有坐在台下 过后也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年复一年 他彻底沉寂 说来唏嘘 陈书画是李宗盛一手捧红的 可他的内心世界 李宗盛却始终参与不进去 事实上 除了他妈妈 谁也扣不开门 他的心早已上了锁 而开锁的钥匙 恐怕连他自己 也不知该去哪儿找寻 如今 和李宗盛同龄的他 已年过65 李宗盛越活越通透 活脱脱音乐界的老顽童 而他 仍然离群所居 寂寞如雪 近年来 我有陈出的消息 说他一直潜心修佛 家里没有音响和CD 只有佛堂 不论真假 这或许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有所依 总比无所依 要好 希望现在的他